我们的内部当中的这个技术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比如说是我们这个激光气壳的时候 一呢速度快 第二呢燃烧的这个叫做 气壳之后的断面 要比我们普通的激光 断生这个气壳以后 要平滑的多 平滑的多 而且整齐的多 然后还有我们钢化玻璃的这个项目 钢化玻璃呢 我们有过这个视频 有过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跟我们普通的玻璃一样厚 普通的玻璃一样厚 然后呢 五公斤的钢球 从六米高 落在这个玻璃片上 这个玻璃片门湿没动 它不会碎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你如果想让我们的钢化玻璃碎的话 一个点上 一个点不能有偏差 一个点上你要敲击两千次 你才能够把它给它弄碎 在咱们这里呢 我们做的这个实验 钢球啊 五公斤 六米高 落在我们玻璃板上 普通玻璃啊 我们做出来钢化技术以后 它不太碎 所以来到这里呢 有几个这个